卓西乡古丰村五个部落前后争取设置三个部落文件站 除了长辈的照护各站特色也百花齐放 今年度在乡公所的支持下 首度联合办理年度的成果发表会 展示学习成果彼此观摩学习 而三站总共有百名的长者轮流上一台表演 也共同合作完兵国闯关 活落彼此的情谊现场热闹无比 虽然往年中古丰村持平 轮天与古丰三个部落文件站 今天共同办理年度成果展 接受运动健身的课程后 各个文件站在赵福源的带领下 按照设置的闲口顺序轮流上台 歌舞表演彼此交流 气氛热烈 歌舞优优独播剧场 卓西乡古丰村三个部落文件站 首度合办成果展 各站大秀舞技 也共同合作进行兵国闯关 虽然大家在各自不同的文件站学习 但由于都属同一村 三站近百位的长者也彼此交流情谊 今天很难的话 他们这些生活需要照顾一个 刚才那种野村长的时候 我们开个多年 五十公里的古工农天资品 一直给大家 回来开 我们今天再来就快乐去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往年的话都是独立办理 那这次乡公所也鼓励我们 刚好是从一个村合并办理的话 让我们的这边的年长者热闹热闹 一次这个我们古工农三个文件站 联合这个成果展 那么在应该在我们浅县或是在我们乡里面 应该是一个创集 那么通过这个三个文件站的这个成果展 大家能够比较 大家的优缺点 优点当然向他们学习 缺点我们要自己改进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同时在三个文件站联络感情 彼此交换 彼此努力 彼此努力 古丰村总共有五个部落 除了十多年前率先由古丰部落 从关怀据点开始 再转型为现在的文件站 接续成立第五年的伦天部落文件站 以及110年设置的十平文件站 三站共六位造福员 三位除工 照护自己部落的长者 成效卓助 也令向公所高度肯定 非常地感谢我们所有的照福员 包括我们的除工 包括我们所有的志工们 将我们的长者照顾得很好 所以在这里呢 也就代表公所这边 再次地向我们所有的 照顾我们的长者的全体伙伴们 辛苦了这一年 那再来就是迎接新的一年 那我们公所也会继续地 跟我们文件站的服务的伙伴 一起为我们所有的长者来努力 平日各司其职 各自发展站内特色的三个文件站 这次破天荒共同结合办理年度成果展 展示作品成果 相互观摩学习之外 近百位的长者们也借此 活络彼此的情谊 记者是玉兰卓系采访报道